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我是宇杰 我是苏宇 我跟苏宇前阵子刚好有机会是参加一个Podcaster的聚会 然后在过程中就是有一位Podcaster给我们一个很好的idea 是关于就是可以做音乐剧主题的 因为我们刚好聊到音乐剧就发现 哇原来其实台湾有非常多人都对音乐剧 或者是歌剧是有兴趣的 然后苏宇刚好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音乐剧是百老汇制作的 然后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 可是之前想说还没有找到好的时机 然后这次听了大家的聊天过程就觉得说 好像是时候可以拿出鸭箱包了 真的 会太早吗 然后这个音乐剧呢 苏宇那时候推荐给我之后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个音乐剧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音乐剧呢 就是叫做Hamilton 那中文的话应该会翻成汉米尔顿 那现在因为它已经出来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Google上面用中文搜寻的话 其实有蛮多很棒的文章 是有很细节的介绍这部音乐剧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 那其实我们今天会做这一集的原因 也是因为大家有正当的管道可以看到这个音乐剧 不然其实我们讲完 然后大家只能上网看到版 应该会就很恨我们 但是正当的管道是仅限于你今天身处在有Disney Plus的地方 对 所以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就是开什么玩笑 因为迪士尼的执行长他宣布的时候 他说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要把一个好消息带给全世界 那就是Hamilton会在Disney Plus上线 然后我想说不好意思 今天你的全世界是只有欧美 对 听得超神奇的 因为好像它在世界就其实真的很少的国家可以用 对不对 其实亚洲国家好像都还没有上线 就是权限部分没有打开 除非你要去买那个VPN 你如果花钱买VPN的话 那你还不如2021年再来看电影版 对 因为它其实是本来2021年要上映电影版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决定现在Disney Plus做独家的播放 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很绝望的话 没有关系我们跟你一样绝望 那其实它的电影版呢非常棒 是它在2016年的时候 把袁卡斯在舞台上的表演直接拍下来 所以它不是像歌剧魅影是拍那个电影版 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其实不太适合用电影的方式呈现 比较适合用记录舞台的记录片方式 所以呢如果你2021年有兴趣 你在大萤幕里面是可以看到袁卡斯的舞台 不会说它又改成了另外一种新的模式呈现给你看 是原汁原味的白老汇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现在上网搜寻中文的资料的话 你可能会搜到一个部落格式术语写的介绍文 对啊如果有人不小心真的看到了我的文 大家可以欢迎告诉我 因为我那篇文大概是在我大三的时候写的 也就是我就是疯狂爱上那个音乐剧的那一年 对 大概跟大家讲了一下为什么要看这部音乐剧 因为呢它的设定其实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到底干我什么事 真的还蛮不干我的事 所以其实我也可以理解说 这件事情亚洲人不抱怨 也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亚洲人 应该不会真的太为这部音乐剧疯狂 虽然它其实在欧美国家 算是非常主流的一部剧 对 所以你是说它上Disney Plus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主要应该都会是美国人最在意 他们会最想看 所以就是欧美其他地方就不是国家这样 就虽然他们打的全世界 但是我猜他们最在意的客群 应该还是就是英语系国家 应该这样讲 拜托Disney请听到我们的podcast 对啊 而且我是真的非常希望2021年 它可以就是进驻台湾 不是进驻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上档 对因为不太确定片商会不会觉得说 这部片到底有没有人要看 我觉得应该会上 但是可能会就是特定 特约戏院 像是新银那些 就是像之前的英国 哦剧院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种形式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因为它毕竟不是电影 嗯 那我会希望这一集播出来之后 大家跟我们一起入肯 然后呢我们就请片商多上几打这样子 哦而且因为它是 就是真的是原创 对 它不像悲惨世界那样 是你如果是有看过小说 或者是你从小就很喜欢的话 那你会想要花钱去电影院看 对那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其实它是一个跟历史有关的音乐剧 但是它不只是跟历史有关 它是跟嘻哈音乐有关 所以我觉得它最酷的地方 它把一个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 呃就是有一点沉闷的题材 然后跟现在时下 大家算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曲风结合 大概两三年前那时候 韩国的极限挑战还在的时候 他们也有做过一个主题 是把历史跟韩国的hiphop结合 因为那时候韩国饶食非常热门 就是成员们有分别搭配一些rapper 线上rapper 然后就是合作出一首一首 关于韩国历史的音乐 我觉得都很好听 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 哇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棒 就是因为嘻哈通常在听的人 是属于年纪比较轻的人 但是历史它是属于可能比较以前的事情 那你可以让年轻人因为这样子 去愿意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 而且又可以乐在其中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手法 但它并不是因为 呃嘻哈这个曲风很受欢迎 它才就是这个创作者才把 Hamilton这个音乐剧写成嘻哈音乐剧 而是因为呢 就是它的由来非常的特别 也是这个创作者呢 其实蛮多人可能有看过 它出演过的作品 诶先说它是谁 它是Li Manuel Miranda 对那它本身也是个演员 然后也是个剧作家 那它有在荒唐分剧里面出现 然后它也是那个海洋奇缘 里面的原生代的撰写者 就是撰写者嘛 就是作曲家 对对对 就是它就作词作曲这样子 所以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它写的那首主题曲这样子 对那这一部音乐剧 好像是它的第二个作品 然后它好像就是在 它第一个作品创作完 它去度假的时候 它就在机场买了一本 历史学家所写的 关于汉米尔顿这个人的 一生的传记 然后汉米尔顿其实就是 美国第一任的财务部长 然后听起来就觉得 哇超无聊的 然后呢 它就在旅游的时候 读这本书 然后它读完之后 它觉得说天啊 它整个没有想过 就是这一个人的人生 这么的精彩 完全就像是很多嘻哈歌手 他们是从 就是可能家里非常贫穷 然后经历过很多 很黑暗的事情 然后慢慢爬到顶峰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作品 可能会关于很多 街头地痞流氓的事迹 就是像很多嘻哈歌手 一开始他们的风格 会比较多 黑暗的文字成分在里面 他就觉得 天啊 这个人的一生 完全就是一个 非常嘻哈的故事 就是从底层 爬到最上层 努力力争上游的故事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音乐剧的基调 一定要用嘻哈音乐来 就是开始这样子 真的是天才耶 超级厉害 而且如果你觉得就是财政部长 到底关我屁事这件事情的话 他最被广为人知的事 是他是被印在 美国的十块钱钞票上面 对 而且如果你拥有美钞 或是你现在就可以直接 Google美国十元钞票 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长得非常的帅 对 因为你现在你知道 就是你如果讲Hamilton 我就会想到 饰演Hamilton的人 嗯 但是你心里其实不会出现 那个十元上面的那个人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也不会说帅 天哪 大家等一下去看完十元钞票 回来骂我 但是应该是说 你把那个美钞全部摊开来 然后你看看上面的每一个人 你就会发现Hamilton呢 他最大的特点是 他非常的年轻 就是跟钞票上的其他人比起来 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他蛮早死的 年少有为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音乐剧呢 他讲的就是跟国父有关的事情 因为其实美国的话 比较特别是 他的国父有好多位嘛 对 那可是大家最知道的就是华盛顿 所以他这部戏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的讯息 就是说其实Hamilton算是一个被历史所忘记的人 就是他并不是真的被大家忘记 历史课本上会出现他 那一些历史很好的人 例如罗伯 他可能会知道说 啊这个人存在 可是并不会真的有人觉得他好像很重要 大家就会觉得说 啊那个汤马士杰伯逊 或者是像华盛顿 他们才是开国的工程 那是因为他们活得很老 所以大家会记得他 但是Hamilton就是一个被历史 算是淡忘的人 只会出现在钞票上面 所以那个创作者呢 Lemonwell他就觉得 那他的这个音乐剧 是要把他的故事说出来 对 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Hamilton这个人 你很难去定义他到底是正派还是不正派 因为他人生 就是他的性格上面还是有些缺陷 对 当然他做的很伟大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的状况比较像是时事造英雄 嗯 像这一部刚刚他有说过吗 就是你其实没办法对这个角色下一个定论 说他就是一个英雄 或者他就是一个伟人什么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部音乐剧这种迷人的地方 就像是一部好看的剧 如果主角他就是一个傻白天 什么都好 的话大家看完就觉得 啊就完全不贴近人生 但是Hamilton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那他是根据他传记改编的 那他人生其实充满了各种高高低低 而且还有很多丑闻 然后很多奇奇怪的恋爱事迹 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从亲情爱情友情 全部一次包办这样 嗯 那如果说要讲到他音乐的部分 因为毕竟如果现在大家没办法看到 例如说电影版啊 没办法去百老汇看现场表演的话 那他的音乐其实非常值得一听 的原因呢 就是他的整部剧几乎都是有音乐串起来的 中间只有讲话的部分非常的少 所以代表你原生在听完 你几乎就是整部剧看完了 没有而且因为他讲话 听起来也会像在念Rap 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毕竟整个基调是Hip Hop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在讲话 你会觉得他讲话还是有他的flow跟节奏在 嗯 所以其实你听完整个原生代 就是整部电影的故事 对 可是因为原生代里面 毕竟是Hip Hop 然后是Rap 所以他讲话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你可能就算看了文字 你还是会有些不懂的地方 因为他的背后的历史背景太庞大了 嗯 像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 依赖书语在旁边算是同步解说 不然我真的也是会有点看不懂 明明看的时候是也有字幕解说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吃力 因为我对美国历史没有那么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最后真的有兴趣 你入坑了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觉得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 因为毕竟这不是我们的历史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东西是他可能 例如说这一句话 他可能暗喻了很多美国历史背后的 例如说这个丑闻它代表什么 那可能就是要慢慢挖 所以我像是喜欢这个音乐剧 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但是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 哇 我还有很多就是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算是一直在学习这样子 嗯 而且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 剧里面出现的人物 他们基本上都会有基础认识 因为是小时候课本学过的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其实 你跟我讲什么杰弗逊 这些人我听过名字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他在这场事件里面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其实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开始就 能够投入剧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基础的人物资讯 会比较好上手 对 而且你会觉得特别有趣吧 对比较好入门啦 对 而且因为我曾经就有想过说 如果今天是把 我们中华民国历史 拍成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剧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例如说我们可能常常看到 然后蒋卫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孙中山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在音乐剧里面 如果他成为了一个很全面的人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笑点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你是了解历史 你看你会觉得更开心 对 所以这部分其实蛮适合 如果你本身就很爱历史的人 你应该会看到欲罢不能 真的 对 那我一直说看 其实大家现在只能听 OK 很怕讲错话 那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去看过一次现场 就是因为我看过现场我才可以跟大家确定说 他的原生代跟他的现场舞台 其实几乎是95%相似的 就是他 舞台上能够看到的比较多于 原生代听不到的东西 其实成分非常的少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可以不用担心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午后女子会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 我有成立一个公开的 那个叫什么播放清单 然后里面就放了一些 是官方的舞台 所以是那个很高清的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就几首歌的表演 这样子我就放在里面 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会推荐的几首歌 我都有放在那个清单 所以大家欢迎可以去收听 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在听这一集的时候 也可以先去听他们的原生代的第一首 你就听第一个众音就好 你就会整个被抓住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第一首真的选得很好 因为说他写得很好 就是你第一首听完 你就知道这整部音乐剧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是一个他没有再藏任何东西 他就是说我就是要讲这个人的故事 但你就是好好给我听这样 可是他就已经本来这个人的故事是 就写在那边 对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 就是如果你很害怕说 我不知道这个角色之后会怎么样 但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人都是历史书上面已经写下来的 对 我觉得这部音乐剧最大的重点是享受他的音乐 跟他写词的功力 然后还有舞台上的整个人物走位的那个设计 然后跟他们的服装 对 所以希望大家之后如果疫情结束 然后如果你刚好是在英国美国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看到现场 而且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卡斯不是用种族去做玄教的 对 也就是说乔治华盛顿在历史课本里面 还有大家熟知的 他就是一位白人男子嘛 但是他其实选用的角色是一位黑人男子 然后还有非常多像是法国艺达 或者是其他就是美国 美国艺在历史书上面应该都要是白人的角色 他是不管他可能会挑亚裔 或者是波多黎各艺的人去做演出 对 那时候一开始我认识这部音乐剧的时候 是在一个类似一个工作坊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呢 介绍的人他那时候就强调说 他这部音乐剧最有趣的是 你一看就会发现哇 他简直就是一个美国的缩影 因为里面所有的演员就是什么种族的人都有 因为他们抱持的心态就是只要你能唱 你能够唱出我们写的这个rap 你就可以被录取 所以几乎 我记得袁卡斯啦 几乎都是黑人 对 而且有一位演员是真实的rapper 对 他超级爆炸帅 对 而且他很酷 他演了两个角色的 对 然后两个角色是需要不同的口音跟不同的flow 但他都掌握得非常好 对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有一些角色 他们是需要同时一人分世两角的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 你应该可能会不小心听到说 为什么下半场可能某一个角色 跟上半场某一个人的声音非常像 就代表 里面大概有三到四个人 他们是同时要演两个角色 而且可能这两个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关联 可是在性格上面 他们其实有互相呼应对方的感觉 所以这部分是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非常有兴趣的地方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Hamilton的创作者Lemonwell 他本身是一个演员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认识的演员 叫做Jonathan Groff 他在里面演的是英国国王 然后呢 他其实也是那个冰雪奇缘里面的阿克 然后如果你有看过Netflix自制影集 My Hunter 破案神探的话 他在里面也是饰演 就是比较年轻的那位探员 好那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 大概讲解了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 然后还有主演的身份 希望大家还留在这里 其实就是对故事是有兴趣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书鱼 跟我们大概简介一下 这个音乐剧的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 其实他就是关于那个 美国十元指超上面的这一位 国父之一 那其实这部音乐剧呢 主要就在讲他的生与死 所以他开始是在讲他是怎么样 就是从一个青年跑到美国奔岛 然后呢取得成功 那这部剧的结束也是在 他是怎么样过世的 那他其实第一首歌 就已经开宗明眼的告诉你 就是这个男人 他就是出生很贫贱 但他想要非常多 他这个人的很大一个特点 就是他非常的贪心 就他不一定是爱钱 但他对于就是名和利 他想要名留亲死这件事情 他非常的贪心 所以他人生中除了战友之外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敌人 因为他就是一个 在这个剧里面至少啦 是一个非常嘴巴非常快 然后有一点贱的人 那他这样其实蛮讽刺欸 因为最后他被历史遗忘 对 所以才有这部剧 就是说他最想要的东西 其实最终是没有得到 当然他最后这个音乐剧出来的时候 他是真的 才被大家深深的记得这样子 但是他记得的点 不是因为他的丰功伟业 是因为Limitmore 做了一个这么棒的音乐剧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 真的还蛮讽刺的 就是你最想要的东西 你努力了 一辈子可能不一定都会得到 这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去做客人 在节目的时候有聊到说 有的时候无欲无穷 好像比较容易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 真的 而且其实这部剧里面 不只是只有他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都有很多 很渴望的东西 可是他们这一辈子 可能努力了半天 最后都没有得到 但他并不是一个悲剧 因为像这个故事里面 像我们刚刚讲过 其实有不少女人嘛 所以有很多 爱恨情仇在里面啊 这大家一定就最爱看的 那其实也因为他 英年早逝这件事情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前半生 是非常努力的 在追求他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 很热血的一个历史剧 因为他并没有活到晚年 所以我们不会看到 那个晚年 例如说是 风中残酌 那一段人生这样子 但我觉得因为 他英年早逝的关系 所以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成就 对 就如果你仔细去细想 你会觉得 天哪我现在这个岁数 我在这里干嘛 对 所以就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他这么年轻 就可以成为 第一任财政部长 然后他为什么可以 创造一些 让人很难相信 很不凡的事迹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哇其实成功的人 他背后有很多 致命的缺点 但是其实这个音乐剧 并不是在宣扬他的政绩 或者是在告诉世人说 他到底做了 多么伟大的事情 包括他提倡 什么政策这些 其实他比较是在 叙述说 那个时代下 他们彼此之间 你跟自己的敌手 是怎么样相处的 或者是本来是朋友 但是后来因为 名和利的争夺 所以友情就是产生 很巨大的改变 对 然后在这部剧里面 所谓的反派 其实我真的超级喜欢 因为他不是那种 就是我就是很邪恶 因为毕竟其实在政治圈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坏人跟好人嘛 只有说 你现在是站在 什么样的立场 你觉得谁 就是是你的反对的对手 这样子 所以这部戏的反派 其实有点像是 Hamilton这个角色 一个镜子 所以我觉得 其实道分的人 可以在这两个角色身上 不断的发现 自己可能有的一些特质 而且是会不断变换的 不会说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角色 然后我跟他一模一样 因为其实 这些角色都非常的复杂 像是我觉得 这部音乐剧那时候 我一听就觉得说 我决定要把它听完的原因 是他有一首歌是 应该是第二首 就是Hamilton的对手 叫Aaron Burr 然后Aaron Burr 因为Hamilton他初出茅庐 然后他满腔热血 他就是想要报效国家 然后为国服务这样 所以他是在酒吧里面 大声宣扬说 他的理想 他的理念 然后他要跟 就是现在跟我同桌的兄弟们 我们要一起 就是为美国的独立而战 这种感觉 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 他的对手 是Aaron Burr 那Aaron Burr出场的第一个话 就是跟他说 Talk less Smile more 我觉得天哪 这句话真的是直击我心脏 我觉得说很多时候 真的比起大鸣大放 你知道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小声的聚集 自己需要的人马 然后再一鼓作气的冲到最高峰 就我觉得这个人生理念就是 他有点算是这个音乐剧的定调吗 是的 而且因为像Aaron Burr的性格 其实会让我想到 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 理性与感性的时候 讲到说这两对姐妹 他们面对情绪 会有很大不同的反应 因为像Aaron Burr 他就属于 他其实也有 想要成就丰功伟业的那个心 可是他会觉得说 我有这个心 我就是不要告诉别人 我就是要偷偷来 我就是要很内敛的 然后呢 等到可以发功的时候 我再一次发出来 可是Hamilton就是 没有 我是要告诉全世界 我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最好大家都来跟我一起 那种 他们俩是完全是天平的两端 对 然后因为我刚刚说 为什么talk less smile more 这件事情这么直击我心脏 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很常会讲话讲太快 然后很容易说错话的人 所谓古人说 习之如今 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觉得Aaron Burr 就是属于他的那个 出身非常的 算是良好 所以他的 那个整个 修养很好 对对对 会让他觉得说 沉默是紧 对 可是他跟那个Hamilton 很大的对比就是 他好像少了Hamilton的憧憬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 在关键时刻 你会觉得他怎么 那么小夹子气 因为他 毕竟出身良好 所以他会觉得 很多东西 是他理所当然要有的 在他的想象里面 他觉得Hamilton 是抢走了 他应该要有的东西 所以 本来虽然很好的人 却越长越大 因为了一些小事情 就开始 反目成仇 对 就还蛮让人惋惜的 而且就是 他们可能两个人 都会出一些见招 可是Aaron Burr 出见招的时候 他还是表面上 是偏偏君子的样子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其实这种人更可怕 因为Hamilton 他至少是 他可能嘴巴 就是会藏不住 他可能就会 比较容易骂人 或是失言 或是写文字 然后就最后 全程皆知 他的丑闻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说 这是完全就是 现实生活中 你也可以看到 两种不同的人 其实可能 内心想要的东西 都很像 但他们执行面 看起来会是天差地缘 对 那当然他们最后 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 也是天差地缘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曲风的部分 因为像我们前面 在介绍的时候 就有讲说 其实这个创作者 有把曲风 非常淋漓尽致地 运用在这部剧里面 就像是 他觉得Hamilton 是从底层 爬到高处的角色 那所以几乎 整部剧都是用嘻哈音乐 贯穿 但是像有些角色呢 可能跟Hamilton 比较不一样 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说到 他的死对头 Erin Burr 他就比较常会 使用有点R&B的音乐 搭配饶舌 来代表说 他这个人内心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保守 有以不定的成分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喜欢 Erin Burr的几首主题曲 非常非常的好听 他有一首歌 是写给他的情人 然后那首歌的曲风 就是比较偏 大众抒情 对 但是很好听 我觉得好好笑 大众抒情 真的是大众抒情 我刚认真想了一下 对 他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那种 音乐背景 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节奏 然后是靠他 很好听的声音 去带那个抒情歌 对 我觉得那几首 是如果你平常 不爱听嘻哈音乐 你可能最爱曲 都会是属于Erin Burr 对 然后再来像 如果是有一个 他妈是杰弗逊 他是 在法国待很久一段时间 所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 他有点 搞不清楚 美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的曲风 就停留在爵士风 代表说 他是玩了 嘻哈音乐很久的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天哪 你搞不清楚状况 不要来这边 抢我们饭碗 那种感觉 可是我好爱他那首歌 超级好听 对 所以这也是 里面有趣的地方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 有趣的点呢 就是像华盛顿 因为他其实年长 Hamilton蛮多的 所以他在唱Rap的时候呢 他的Rap 是打在拍点上面的 显示他是比较 一板一眼的性格 对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 可以从这个人 唱歌的风格 来判断这个角色 是什么样子 个性 而且我觉得他们 华盛顿那个角色 选得很好 是因为他选了一个 中气很足的演员 像是Hamilton的 饰演者就是Limino 他其实本人 他唱歌的时候 他的声音没有那么足 而且其实有蛮多会 你会觉得 是飘调吗 刚那个是走音吗 就是你会问号想说 怎么会突然间那么高 又就是 又突然好像吸不到气 那种感觉 可是 这是他本人的 他本人的歌唱特色啦 但是我就觉得 还蛮适合Hamilton 演Hamilton这个角色 因为Hamilton 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放荡不惊 然后想到什么 就是要冲一波 想唱高音 就直接先飙上去 不管会不会破音 对 因为其实还蛮多人 就说去看现场的时候 二趣味 就是看看他今天 会不会破音 对 但是真的很好笑 但是因为毕竟 他是创作者 所以他其实唱起来 是非常带杆 他的饶舌 就是rap起来很好听 就是因为他的专场 其实不是唱歌 所以我每次在听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好笑 就想说 哇 这一次是不是要破音了呢 不设计 因为他专场不是唱歌 就算了 然后他找演员 又找那种 真的唱歌很好听的 就他也不找一些 真的唱歌不怎么样的 就是稍微可以衬托他 对 因为我们刚刚说 里面其实有一个 原本他的本业 是饶舌的歌手嘛 他唱歌超好听 而且就是杰弗顺 是他演的嘛 对 从法国回来那一位 然后他的法国口音 配上那个 Jazz Hip Hop的感觉 就是非常好听 对 然后像里面 如果角色要吵架的话 大家应该会非常爱这一段 他们会直接就是那个 mic drop 要battle那种的 对 会真的 woo那种 对 所以大家如果 有听到那一段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 哦 很然 就整个要站起来这样 你是中国人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其实在中国 还蛮多Hamilton的粉丝 所以我常常会 就是在网路上看一下 就是各国的粉丝 对于就是 这部音乐剧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好意思 你失控耶 我真的太好笑 既然介绍完了曲风 那我们一定还是要讲一下表演风格 虽然说 大家可能要比较 久一点点的时间 才可以看到现场 但是我觉得 因为他表演风格 也是一个非常圈粉的特色 那我觉得我们先来给 于杰讲一下 他当时看的时候 他觉得 整个表演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 他第一场戏是 因为第一首歌里面 他有讲完Hamilton整个生品 然后基本上在这部剧 有出现过的主要角色 都有出现在舞台上 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真的有吓到 因为他人物 全部挤在舞台上 可是你不会觉得舞台很拥挤 百老会很 我觉得很著名的地方是 他们的表演空间 其实没有局限在舞台上 像是我之前看那个Wicked的时候 就有一些飞天猴子 会挂在木帘上啊什么 就是其实他舞台上面 不会有那么拥挤的感受 可是看Hamilton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虽然挤了那么多个人 可是每个人在舞台上 都有一个角色 就算只是在旁边唱合音 或者是 有点像是群众的那些 群演角色 你都会觉得 他们存在那边是有意义的 然后加上他第一场戏 是每个人轮流出来 唱个一两句 唱个一两句 然后彼此的配合走位 跟他们的服装设计 都是精心设计过 我就觉得看得很过瘾 而且就像是 如果大家有去我们的 那个播放金摊看的话 可以感觉出来说 他其实舞台的 那个设计是非常简约的 就他们有要给你很华丽的布幕 不像那个歌剧魅影 还有个船 你可以在那个舞台中这样滑 还有那个烟这样喷 还有一个什么龙头 这样掉下来 不是龙头啦 大吊灯 你以为花木兰 大吊灯啊 水晶吊灯 但是他其实真的就是 非常努力的去运用 他们的走位 然后还有他舞台 有时候是会旋转的 对我刚其实想要 想旋转这一个 对他旋转的那个舞台 大家之后有机会看到的话 应该是会想要就是拍手叫好的那种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那像是我觉得有一个 很酷的风格 就是因为他们里面 因为要革命嘛 里面就会蛮多 比较鲁莽的角色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在酒吧里面 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啊 因为喝醉酒 所以这也是算是 他里面恶趣味的一部分 对 那我们刚刚又花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讲解一下 舞台呈现 还有整个故事大纲 希望大家还留着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 整部音乐剧 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的歌曲 因为我觉得一部音乐剧 好不好真的 歌曲占很大的因素 然后我觉得Hamilton的音乐 非常适合在运动的时候听 因为他的节奏都打得很明确 然后像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就有说 他运动慢跑的时候 他就会听Hamilton的歌 因为他跑步的节奏可以 如果他跟得上Hamilton的音乐的话 就代表他那一天的矫程 就是有达到他的目标 超聪明的耶 加上还有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件很热血的事情 我就很推荐在准备惩罚的高中朋友们 就是弟弟妹妹们 你们可以听Hamilton的原声带 因为你就觉得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非常有意义 对 而且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是对英文 或者是美国历史有兴趣的话 那这部剧 或者是这个原声带 可以让你超级无痛了解 美国历史的超多大大小小 你不想知道 或是想知道的细节 对 那你知道这些历史要干嘛呢 就是以防以后 如果哪一天你 就是有人邀请你 拍一个YouTube影片 关于美国历史大挑战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 祸得 巴得头筹 欸我之前还真的有一次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在玩一个 类似那种 就是Trivia 就是那种回答一些 奇奇怪怪小问题的时候 刚好有一题 就是问到美国历史 然后那个人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 到底是哪几年 然后我就回想一下 那首歌里面讲到哪几年 然后就答对了 但总之就是 其实这些知识 你不一定需要 但用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哇竟然可以因为一个音乐剧 让你知道了很多 你原本完全不会想去 取得知识 对像是我觉得Hamilton 最让人津津乐道吗 就是他的Meme很多 对 然后有很多美国高中生 或是大学生都会说 譬如说他们在 作答历史考证的时候 脑内就会开始想起 对对对 音乐声 然后开始想起Rap的内容 或者是他在 学校还没有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已经看过好几次Hamilton 所以当老师一说 就是什么1774年的时候 怎么样 他就开始 整个站起来要唱歌 对 就已经准备好来表演 然后整首歌唱出来 对 老师我知道 这也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 所以我觉得美国高中老师 应该会非常非常开心 这部剧被创造出来 就是在教的时候 大家会很兴奋 对对对 对然后像 我突然想到一个冷知识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时候 我在美国的时候 也有修一堂课 刚好那一堂课是一个 历史兼文学课 然后刚好他的那个时代 就是有cover到Hamilton存在的 那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有讲到说 在里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国父 只出现在一句歌词里面 就是富兰克林 对耶 对 就是这部音乐剧 其实因为他要cover的 内容实在太多 因为毕竟历史上 人入超多 然后今天你的焦点 又是在一个 大家本来不觉得 是主角的人身上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 他们因为剧情的需要 所以他们就会 因为算戏份被砍 所以像富兰克林这个人 他就只出现在 就真的只有一句话而已 超好玩的 没错 对 好我们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这一part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觉得很棒 一定要听的歌啦 对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听完我们介绍之后呢 赶快去playlist 边听 首先第一首歌是 刚刚我们说过 就是这首歌一听完 你就知道这整部剧 在讲什么 他的名字也是非常 潜而易见 对 就是Alexander Hamilton 对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 这样子 然后其实这首歌你几乎就可以把 整部剧里面会出现的角色 一次搜刮完毕 对 就是每个人都会出现 讲一句话这样子 嗯 然后他的影片 其实还蛮容易在YouTube上面找到的 对 我说的是官方影片 对 合法 像是他有官方拍摄的 算是宣传片 对 然后也有他们在 东尼奖表演的影片 对 然后还有一个 我记得是在欧巴马面前 白宫特别演出 没错没错 对但那个好像就没有 穿戏服 他们好像只是站在 麦克风前面拍拍唱 他们就穿席装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在白宫里面表演 对对对 但是就是只有Alexander Hamilton 他就是Lim & Noel 自己一个人唱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唱 算是前半段而已 对 因为他那时候是要宣布说 他要写一个这样的历史剧 然后他好像就唱了那一段 然后欧巴马就整个拍手叫好 而且那时候其实只有 第一首歌被写出来 他还没有开始写整部剧 他好像还没写完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 就是欧巴马也是非常的有眼光 不然怎么当他 对 对 所以呢 这首歌最推的 主要也是 因为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就是影片版 所以你可以完整的体验一下 这首歌带给你的感觉 而且看完应该会意犹未尽 对 好 然后再来第二首歌 哇 我觉得刚刚雨洁说 准备惩罚要听 这首歌必听 是全剧最热血之一 对 这首歌叫做My Shot 那就是热血男儿 齐聚一堂 然后一起就是在讲说 我们要干大事这样 这首歌是不是可以 可以听听看Limino 什么时候要破音 他一直游走在破音边缘 我真的是 每次听原声带 虽然我已经听过很多次 知道他不会破音 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说 你那个音有点劲 对 我觉得超好笑 而且重点是因为里面是 所有的重要男角都出现 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发现 哇 其他人中气又超足 哇 整个歌唱实力会比下来 对 但他不在乎 因为他是Hamilton 对 然后他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充满自信的男生 然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就是一个年轻气盛 然后最有趣的是 Shot这个字在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被广泛的用到 但他里面大概有四五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喜欢玩文字游戏的人 你应该会听得很爽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没有在专研歌词 怎么办 因为像如果讲很直观的 Shot就是那个枪 砰砰砰的那个子弹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机会的Shot 就是我有没有这个机会 然后呢 或者是 其实我有点 突然有点忘记 他里面总共大概出现几个意思 但是你在听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他一下会在讲 战争里面的枪 一下在讲 我会不会被射死 一下在讲 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成名 所以他用MyShot 这个字就可以概括 他人生很多 很重要的思想嘛 哇糟了 我要回去再研读一下 对你看是不是 我好失职哦 所以你看 今天我们做完 我们又可以再听一次 然后又可以得到很多 新的资讯 我没有资格做这个主题 宇杰 has left the check bye 不行 不行不行 好第三首歌我要给你介绍 第三首歌是 The Skylar Sisters The Skylar Sisters 她们是三姐妹 然后她之所以在 Hamilton的人生中 占有一席之地 是因为Hamilton最终是 跟Skylar的二姐 对 结婚 生子这样 然后共度一生 但是Hamilton在剧里面 就是也有不小心 跟大姐产生了一些倾诉 对 所以她们在Hamilton的人生里面 是占有一席之地 然后是担任 就是起承转合的角色 其实每个人的 歌曲风格不太一样 大姐是偏瘦 二姐是比较良家妇女的感觉 也可以说是大众抒情歌啦 但是是比较苦情歌 然后三姐就是女团风 而且她出现的部分非常小 可是她是最常出现在 Meme里面的人 对 因为她太好笑了 对 对所以这首歌算是 几乎都是女神在唱 所以大家可以特别去听一下 里面的女角色 她们的歌声怎么样 下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由Jonathan Groff演唱的 然后她饰演的是英国国王嘛 所以这首歌的曲风 就是跟前面说过的hiphop 非常不一样 没错 她就是带有披头四的英式曲风 因为毕竟英国国王 她是在海峡的另外一边 所以她们就用了一个完全 就是全新的曲风来演绎它 然后呢 其实这个歌词乍听之下 就是很土味情歌 就是我爱你 你爱我 快回来我身边 但其实一直就是 你再不回来 我就要把你全家杀光 对 然后我们讲到现在 还没说歌名 你是You'll be back 对 她就是告诉美国 你有一天会回来的 你们现在出去也没有关系 凡尼总有一天 你会跪着 囚在地上 求我说 拜托让我回来 对 所以她的歌词很反差 很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Jonathan Groff的 那个声音又非常的轻快 就有一种 就是在跟女生告白的感觉 我觉得她的 她比较像是 她就是高位者 所以她不在乎 你们在那边打打杀杀做什么 对 然后就是站在高位说 诶那我现在这边乘个凉啊 然后你们慢慢打 诶对对对 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她其实在这部剧里面 有出现三次左右 然后曲风都是这样 但是她每一次的歌词都不一样 所以也算是大家每次都可以 从那个歌词里面看一下 她这一次心态 又有什么样的转变 因为她最后一次唱的时候 你就听得出来她急了 对 她生气了 她生气她急了 但是曲风还是一样 对 所以这首歌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再来下一首歌呢 哇 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叫做Satisfied 那刚刚前面雨杰有说到 Skylet Sisters有三姐妹嘛 那这首歌就是由大姐所演唱的 因为大姐她的身份 其实非常的矛盾嘛 就是她一方面非常开心 Hamilton可以跟她妹妹结婚 可是一方面她也觉得 这个男的就是 嗯 有点吸引人 所以她心里就是有一些 嗯 曖昧的想法没有说出来 那这首歌就是把她这些 内心非常复杂的想法 一次全部唱出来 对 然后因为大姐她矛盾的原因是 因为她其实对Hamilton算是一见钟情 然后她觉得Hamilton是她的灵魂伴侣 嗯 可是她没有办法跟Hamilton结婚 是因为她是Skyler家的大姐 然后她需要继承 他们家的政治光环 所以她爸爸就是家族 希望她可以嫁给一个 有政治影响力的人 那Hamilton当初是一个无名小族 对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出出茅庐的小矛头 所以他们家不会答应这门婚事 那她自己也是很试大题的 就是说那因为妹妹也很喜欢Hamilton 然后她也觉得Hamilton是个好人 所以就决定撮合妹妹跟Hamilton 嗯 然后这首歌有一个趣事 就是因为她的名字叫Satisfied 然后是一个你很常在 日常对话会用到的字 嗯 所以就是时不时 我们那时候在美国 只要讲到Satisfied 大家就会开始高高 对 很可怕 就是你只要开启那个开关 就会突然有人开始唱歌 而且最好笑的是 因为我们刚到美国 大概前半年 我都还没有看过Hamilton 可是我听Satisfied 这首歌已经听到我都会唱了 就是他们只要一开启那个开关 他们就开始大唱 然后我就都会唱 我根本还没看过 是我每一首歌都会唱 诶这首歌会让我觉得 超级适合Aleen 就是她有一种失恋无罪的感觉 就是很澎湃 然后到最后就是有一种 疯狂飙高音 然后大转音这样 对 就是Beyonce 对对对 而且这首歌最酷的是 它是以倒序法开启的歌 对 它是一个很有画面的音乐 对 就是它会让你就是用听的 就感觉到它是在回响 它是怎么样认识它 然后呢 它是如何的后悔 我印象中记得舞台上 只有它一个人对不对 对对对 舞台上有点像是其他人都定格 对对对 然后它一个人在时空之中串流这样 对 如果要说的话 比较像是On My Own那样子的基调 没错没错 因为还蛮多人都是非常喜欢On My Own这首歌 On My Own是悲惨世界的一首歌 对 所以如果你是On My Own的粉丝的话 哇 Satisfied我觉得你一定会爱 嗯 但是不至于会到像On My Own可能听完会落寂低累这样 嗯 Satisfied就是它比较像是 它认清了这个事实 然后它知道怎么样对自己是最好的安排 对 它只是唱出一些它当下的情感纠歌而已 对 我觉得就是感慨 对 对 跟它一起感慨人生这样 对对对 毕竟On My Own最后 它要死了 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落泪 对 好 再来下一首 这首歌也是非常推荐的原因 也是因为呢 你看得到影片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这首歌 因为他们曾经也是在颁奖典礼有表演过这首歌 嗯 然后这首歌也是属于就是你看完 你会想要整个人站在桌子上面大叫那种 嗯哼 就是因为它是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有关系 这首歌叫做Yorktown 所以呢Yorktown就是那场战役的名字 那叫做中文叫什么呢 约克城战役之类的 有点忘记了 嗯哼 但反正呢他其实就在讲说他们打完那场仗 其实就非常接近胜利 然后他们也因为这场仗失去了非常多弟兄 所以呢你可以听到就是他们面对 呃例如说要独立非常兴奋 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说天哪 就是我们失去了好多 嗯 然后他们整个世界翻过来了 所以这首歌的副标题叫做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啊我因为你我我不记得这首歌名 我刚才想说到底是哪一首 但你讲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我就想起来了 有没有对 所以这首歌就是有战争的悲众 但是更多的是热血 所以听完之后你会真的很想要就是帮这些革命斗士拍手的 真的 对 我以为你会选Gunson Ships 因为Gunson Ships我觉得它是 呃你入坑了之后听了会比较爽快 因为它的rap太快了 啊OKOKOK 对 那Gunson Ships就是如果你是爱嘻哈的快嘴的话 哦你一定要听 因为里面的那个rap是快到我的头脑跟不上那种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歌词在写什么 对 因为他因为刚好那一段饶舌的就是那一位 他本夜是饶舌歌手的演员 哇真的超厉害 对 所以就是其实Yorktown跟Gunson Ships都非常推荐大家 那还是建议大家其实从第一首直接听下来 会那个故事的串联感会比较重 倒数第二首要推荐大家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曲风 比较不同的是从法国刚回来的杰弗逊 然后他这首曲风就是很偏爵士 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What Did I Miss 对 他就有种嗯我到底错过了什么东西 对然后用爵士唱出来说 诶大家在这边吵什么啊 就是我这边还蛮轻快的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就是有一种风尘仆仆回到家的感觉 嗯 然后他就回到家 然后可以跟他家里的可能就是庸人 因为他是一个家里有奴隶的人嘛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一回到家 就是有一些服侍他的奴隶 然后拿给他信啊 然后他在进入状况想说 啊原来现在政坛上面有一个人叫做Hamilton 怎么那么欠揍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首歌他的曲风跟整个演员散发出来的氛围 就是直接显示出我跟苏里前阵子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过度的显露自己的无知 就是以自己的无知为傲 杰弗逊总他其实出生就是一个富二代 所以他家里既有钱 那他的那个知识程度也非常高 那但是因为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类似习惯正在高处看整个社会状况 所以他可能一方面写说人生而平等 但是家里还是有努力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理想派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伪善的人 对所以呢这个角色就可以在这首歌里面让你发现说 他其实是真的蛮自恃甚高的 对 反正他都已经过世了 希望不要有那个什么杰弗逊的狂奔生气 应该不会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杰弗逊做过这些事情 因为像其实伟大的人他们也做过非常多措施 然后大家都说什么 我们要为了平等而战 但是很多里面很重要的可能将军啊 高官他们家里都还是有努力 对啊 所以这是不可抹灭的事实 这部音乐剧也是有把这些 有点肮脏的事实给大家看这样 不是说一昧的说他们是英雄 对 然后最后一首歌要推荐大家的是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那我们刚好讲到一个角色叫做Aaron Burr嘛 他就是Hamilton的 算是死对头也是这部剧的第二男主角 也算 应该其实算是双男主角的设定 那他其实这一首歌非常像他的独白 那他的背景有点像是 他发现他的政坛上其他的盟友兼敌人 开始在默默策划一些事情 可是他却不在那个Room Where It Happens 他就觉得我被遗弃了 然后呢他非常的神气 因为他觉得我想要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要当政坛里面的星星 所以他非常内心充满了愤怒 然后嫉妒 所以他就在舞台上面来了一个solo这样 就非常的 就是充满了他对于人生的呐喊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从一个很内敛的人 他从一开始歌曲小小声的在生气 然后到时候他开始对舞台呐喊 比较天Blue 哦对对对对 有有有有有 就是其实是会让人家有点想要小摇摆 然后随着节奏越大 你会想要跟着他就是真的肩膀这样晃动起来 然后说没错我真的也很想在那个房间里面 对 然后你们在干嘛我也要知道 对 哦他就是FOMO啊 哦对对对 等一下这样讲他会很神气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容易被大家遗忘的人 他像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 他一开始说要装内敛 然后我不在乎就是我要出于你而不然 然后最后又在那边FOMO 对 神气就是我怎么不知道 神气气 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他乍听之下非常的好听 但其实如果你听歌词的话 就会发现哇这个人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嗯 对 好这以上这几首就是我们 整部剧最推荐的重点曲目 但当然还是推荐大家从第一首直接听到最后啦 对 全部听完大概两个半小时 到三小时 嗯 嗯 他这部剧其实蛮长的 所以还蛮适合 假如说你这个下午没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接专辑直接播放 哦我很推荐 虽然现在没办法出国 但是我很推荐坐飞机的时候听 因为你没有网路 我之前如果搭飞机 然后我也没有存好影片或什么 就做连行没有娱乐的话 我就会听这个 嗯 哎好聪明哦 然后每次都没听完 每次听到 啊因为你是去比较近的国家 对啊就两个小时 然后都听不完 不然就是第一首太好听 或者是中间拿几首太好听 我就一直重播 我也是 嗯 那接下来我想要推荐大家一些额外资源 因为毕竟他的歌词其实还蛮艰涩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跟历史有关的梗 所以呢就是 嗯首先大家也是可以先去Google 就是查一些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很厉害的中文文章 因为并他是美国历史 所以呢其实介绍的人也是蛮多的 然后再来如果你看得懂英文的话 非常推荐一个网站叫做Genius 那他有手机版 然后其实在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 什么流行歌的歌词 他其实就是歌词网 但他上面也有很多百老会的 就是音乐剧的歌词 然后他最有趣的是 他的歌词都会看到有被反 可以反白 是反白吗 就是他可能歌词有 有被highlight 哦对对对对对 他的歌词有像被荧光笔画过 然后被荧光笔画过的地方 你点下去就可以看到各大网友给的注解 所以例如说假如这首歌词里面提到了my shot 那你想之后 诶这里的shot他想要一直是什么 那你点下去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在17几几年Hamilton做了某一件事情 那他这里的shot指的是 他可能会被什么什么射死之类的 嗯 然后像这个创作者本人Lim Manuel 他也有上去网站自己编辑了很多的注解 哇他也太认真了吧 他超棒的 对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上去找一些彩蛋啊 然后学习历史啊 我之前打工的时候 无聊我都会在那网站上一直留言这样 哦 我自己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KKBOX 就我蛮惊讶KKBOX就听得到整个完整的专题 那KKBOX他的每首歌都有歌词 所以你可以边听然后边看 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话 就可以去述于刚刚说的那个网站junius 去再查询更多的意思 对 而且像上面除了就是解释史实之外 他有的歌词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这个歌词他可能其实有偏离史实 他是为了要达到更好的戏剧效果 所以呢你也可以就在上面知道说 啊其实哪些东西可能是虚实交错 嗯 对因为像一个人的人生 你不可能说就是很简单直线型的 但是因为他音乐聚病只有三个小时 对所以在上面就可以 还可以看到说 啊他是这一段是致敬 例如说碧昂斯嗯或是致敬 哪一个嘻哈歌手 哦这个我不知道耶 所以junius上面真的超神奇的 因为可能每个人他注意到的点 都完全不一样 你有哪些背景知识 你看这个歌词 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对对 所以呢这真的是你可以喜欢 那个我觉得十年以上 跑不掉的音乐剧 我觉得是耶 因为我是大概三年前嘛 嗯对大概三年前第一次接触 然后到现在 我的playlist里面是一定会有 他们整张专辑 嗯然后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你会心里面一直有个冲动 是我今天下午要空下来看Hamilton 当然最后都没有成功啊 因为我就是个 每次做了计划都不做的人 我觉得在之后 官方的影片出来之后 应该大家会更有动力去看 因为必须是高清版本 嗯而且我还蛮期待字幕 就是中文字幕会怎么样翻出来的 因为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认真看过 算是完整的中文字幕 嗯对所以我会蛮想要知道 如果他翻成中文的话会怎么样去翻译那些 有不一样意思的歌词 对啊 那今天我们的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对这个音乐剧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是有兴趣想要知道 他到底是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这样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听到这边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音乐剧 是一个门槛有点高的主题 因为它并不是很大众 就是大家会想要花时间去看的东西 对而且不像电影你可以就是随处可得 嗯对因为音乐剧的话 通常要出官方DVD 要他已经在舞台上扳演非常久 好像是50年我记得 对所以我觉得才是因为这样子 喜欢的人并不是 就是没办法非常大众 因为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 可能资源还算多 可是如果你一离开美国 其实很多人是 他喜欢这个音乐剧 喜欢了十几年都还看不到现场版 嗯嗯对那刚好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他们越来越就是想要让大家 可以在家里享受 那他也把这个音乐剧的影片 就是直接让大家在串流平台上面可以看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来的正是时候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语速 好像都有点过快 希望大家见谅 因为我们两个有点太兴奋了 而且哇如果我们语速慢下来的话 这一集可能要一个半小时 对我们是尽可能的想说 把它凑在一集里面把它讲完 对嗯 然后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真的非常推荐 一定要去听整张专辑 嗯嗯 那如果你有什么额外的问题 其实在网络上谁还找不到的话 那你也欢迎私讯我 那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 我会很乐意的为你回答 对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看的话 你就去搜寻Hamilton 对 我就说到这 大家有会跟的人自己知道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如果你平常就是有在看音乐剧 然后你也很想要推荐我们看一些 其他的音乐剧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Hamilton狂粉 都欢迎到我们的Instagram 还有或者是写信给我们 跟我们互动 对那我们现在刚好也成立了 FV粉丝专页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用脸书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去我们的粉专按赞留言 你也可以 嗯那Instagram Facebook 都可以搜寻 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写信的话 请寄到 Afternoon Girls Club at gmail.com 对没错 那我们就期待大家的回馈咯 嗯那午后女子会 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